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哥 咱们大家有候了啊 你看 这是我儿子 你侄子 哥 你在天之灵 一定要保护他 这辈子都平平安安的 我带他给你磕头 来 哥 我给他啊 起了个小名叫敏敏 他是我儿子 也是你儿子啊 这样 等他呀稍微大点 能走路了 我一定顶着他 去你坟前去看你去 你干吗呢 大半夜你就吓个孩子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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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泡着咱儿子 给他大爷磕个头 你看你 磕什么头啊 这孩子还那么小 你等他长大了 想怎么磕都行 媳妇说真的啊 你给我们王家 真是立了一个大功 以后你放一百二十个心 我一定好好对你们家俩 你想要太阳 我不敢跟你越来 行吗 这还差不多 这还差不多 儿子 你可听见了 你可是爸爸妈妈的 小宝贝哦 小宝贝 再睡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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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给妈妈睡觉了啊 睡觉了啊 小宝贝睡觉了 小宝贝 你写的那个军业团的训练计划 我看了 不错 谢谢首长 其实首长对我们军业团 一直都关怀有加 我代表我们军业团全体 你怎么也学上这些了 说吧 什么事儿 是要钱呢 还是要人呢 别这么说嘛 怪不好意思的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说吧 其实我今天只有三个请求 胃口还不小啊 我想替我们乐队找一个 猎队教练 猎队教练 是啊 是这样的 他们本来演奏都挺好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进行对猎 他们就变得乱七八糟的 其实你说我们军业团啊 应该是把这两样 都弄好才对 那现在我想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一个对猎的教官 那好吧 这个事儿交给我 我看啊 咱们把咱们 组织科的张岸实派过去怎么样 行 那可是刘过阳啊 你们要跟他好好学 好 谢谢主任 那第二呢 不不 你先别说 如果我这是说钱的事儿 我看你就免谈嘛 你也知道 咱们现在大家都在勒着腰带 过日子呢 那让我现在拿钱 给你质奔着你那些 那对东西 我可打不出来 首长 我大概跟你说钱呢 我想说的是 你也知道 我们军演团是整个军队的颜面 到时候出去演出的时候 还穿成这样 那 那不是给我们丢脸吗 我想说 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新的军装 你想 行 我跟侯欣说一声 看看能不能 给你们配发新的军装 谢谢 谢谢 那第三呢 第三 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 首长 你先倒下来 快去 干嘛去啊 我们的乐器都在仓库里头 我得把它抢出来 你不要命了吗 没有那些乐器 我就没有军乐团了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别管我了 你先走吧 你们给我撤 撤 你们干嘛 跟我一起去拿乐器 来 你们几个 跟我一起去拿乐器 其他人掌地方隐蔽 赶紧走啊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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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救我救我 她游家 救你 senses 你进来了 帮我走 大家没事吧 没事 屋里 你赶紧带他们走 我去找晨晨 好 小心 接着你拿车 来 兄弟们 走 走 走 晨晨 走 走 走 晨晨 晨晨 晨晨还在屋里 晨晨 我先把灭灭 换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 我先去了 晨晨 晨晨 快 你赶紧把他送到卫生所 快 走 走 快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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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晨晨 晨晨 快去救晨晨 晨晨困在里面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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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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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怎么进来了 不是让你在外面等我吗 前车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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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下车 快点 走 走 不要 小心 放着我 不用 小心 只要从这里出去 小心 顺着 不让 快 快 放上就好了 快点 把他扶上去 快点 不要 小心 洆湞 你也出去 快 小心点 不用 快 你快出去 房子马上有塌了 快点 你快点 出来 不让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小心 小心 快点 太晚了 先在这里休息会好吗 你 che GTA 我找到你 到了 男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点 走了 醒了醒了 小心点 走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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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心 再吃一口 多吃点 上口后的快 你以后可不准再这么莽撞了 为了那么多爱你的人 也应该好好保重自己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了 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其实 我有事想告诉你 你说 我本来我应该早就跟你说了 只是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 透过今天这件事以后我发现 要是 我真不在了 我也没跟你说 到后来 我会后悔的 可是我真的不想再瞒你了 好了 你要说什么就说 别这么吞吞吐吐吐的 婉婷 她还没死 我们之前不是去了京城吗 我就在那里 见到的婉婷 还见到她和泽西结婚了 其实是 婉婷她跟杨曼 受到了组织的指派 让他们到京城去 策反国民党第一二三师 的市长杨子坤 让她投诚 后来半路上 杨曼 杨曼通知她牺牲了 所以结果 婉婷她只能自己 一个人坚持混进杨子坤的家里 为了保密 为了掩人耳目 所以 她只能跟泽西塔 假结婚 这件事是我那天在火车站 我看到报纸 我才追过去了 我 李堂那里 我才见到他们两个结婚了 那天 我在火车站等你那么久你没回来 你就是看人结婚去了 可是这么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 搞成 你不觉得自己真的很过分吗 是啊 我是很过分 那也是我的错 但你想想 婉婷她在执行任务 是一个特别的任务 我不能随便把组织的机密 告诉你吧 可我是谁 我是跟你这么多年一起重生入死的人呢 我怕你误会 误会 你要是怕我误会 你就应该一直瞒着我 为什么现在却要告诉你 我只知道你一直以来对我很好 我实在不忍心伤害你 我实在不忍心伤害你 所以我才一直瞒到现在 我是担心 假如我今天真的不在了 要是我没告诉你的话 我会遗憾一辈子 我眼睛都会闭不上 看来我还应该感谢你 感谢你为我着想 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合伙 我真是天地下最大的傻瓜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对不起你 你本来就对不起我 即使我知道婉婷姐还活着 我应该为她高兴 我要是早知道婉婷姐还活着 我会祝福你们 可是现在我恨你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你什么人 晨晨 你认识我这么久 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未人 真的好对不起 我并不是存心要欺骗你的 你能原谅我吗 你能原谅我吗 可以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原谅了你 但是 从今往后 我们真的不要再见面了 保重 晨晨 晨晨 坏晨晨一 赫尘 你怎么也去呀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高昌的伤还没好 你走了 他怎么办呀 他受伤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我去演出是首长批准的 走吧 走 走吧 去 去 你 去 街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 行 从这点我也不算亏 王林强 如果你真的喜欢和尘的话 那咱俩离混吧 我给你自由吧 这怎么又来了呢 这跟和尘有什么关系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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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行不行 你别哭了行吗 是啊 你看在咱儿子的面子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 都是我错了 我王立强心里 只有你一服务一个女人 真的 千真万确 行不行 再给我一次机会 那你答应我这事吧 你说 十件 一百件都行 我不管你王立强将来怎么对我 但是你都得答应我 要好好的他们爱我的儿子 那是当然啊 我 我是他爸爸 他也是我儿子吧 行了 行了 我一定好好对你们俩俩 行不行啊 来来来 进屋吧 进屋吧 走走走走 杨小姐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没事 我不累 听说咱们部队 要招了不少新人 这营区住得下吗 光是这个营区 肯定是住不下的 不过我们在南郊 又新建了一个大的营区 那儿的面积 大概是这儿的三倍 那么大 那得住多少人哪 两位小姐 这属于军事机密 恕我不能告知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该多问的 没事 杨小姐 那您看看 您还想采访点什么 我们这次来 主要想采访下士兵 看看他们平时训练和生活的情况 这个 现在有些报纸上经常说 国军苛扣军饷 士兵们吃不饱 穿不暖不收 就连打仗的时候 弹药都不足 这纯属造药 杨小姐 你是知道的 别的队伍不说 就杨师长的部队 绝对没有这种事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才特地来做个绽放 你要是特别为难的话 我说这位长官 我姐姐的身子你也看见了 她这么不方便 还专程跑来为你们打抱不平 你们就行个方便 赶紧给安排一下吧 这个 那好吧 二位小姐 我这就去给你们安排 那就麻烦你了啊 等等 这样太明显了 等一会儿给士兵拍照的时候再招 好 两位小姐 人我给你们带来了 多谢了 这两位可是我们师长的侄女 你们说话都给我注意点啊 是 我今天是以记者的身份 采访大家 你们都不用紧张 咱们随便聊聊 这位兄弟 你贵姓啊 姓赵 叫赵大虎 好 还记得 小姐 你偷 姓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跟他们说 梁小姐 请吧 等等 相机不错 我看看 这儿 去桌了 姑父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丫头 对不住了 这是军事禁区 不允许拍照 回去吧 路上小心 走吧 请 我记得这边应该有一排营房 好 这边 不行 这资料差得太多了 最重要的是 部队的编制 和武器装备的配置 完全没有线索 可是咱们不是已经知道大概的人数了吗 这样还不行吗 不行 就按三千人来说 步兵的编制可以编门两个团 也可以勉强按照一个旅来编制 这就牵扯到武器装备的配置了 如果按照两个团的配置的话 一个标准的作战序列团 一般的配置是二十到三十门迫击炮 六十艇重机枪 一百二十艇轻机枪 条件好的话 还会有几门榴弹炮 如果按照一个旅来编制的话 这些配置就要翻倍了 虽说人数一样 战斗力完全高于两个团 要不 晚上我再偷偷进去看看 绝对不行 你刚才也看到了 整个营区港哨遍布 我们没有机会进去 那怎么办啊 行儿 你别着急 虽说情报重要 但我们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我们再想想办法 总会有的 好吧 报告 接着 司令 好 谢谢 坐坐坐 司令啊 你对军业队排列的顺利吗 好 多谢长官关心 怎么了 有什么困难吗 司令 我记得您当初 我记得您当初让我组织 这支军乐团的时候 您告诉我您希望 这支军乐团 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乐团 对吧 是 我记得您还跟我说过 您希望这支军乐团 可以扬国威 撞士气 没错吧 对 那好 我们现在这支军乐团 根本 就没有赢军威 也没有撞士气 我们反而竟给那些 长官们冲门面找乐子了 光这个月 我们团就被派出了二十多次演出 不是给哪个长官做寿 就是给哪个姨太太过生日 没有一次是正经演出 最过分的 是这个礼拜 马师长家的姨太太的弟弟 饭馆开业也让我们去 我们哪还算一个军乐团啊 分明就是个跑堂的戏班子 所以啊 你先稍暗物躁 你虽然穿的是这身军章 可是你的骨子里啊 依然是透着十足的殊胜器啊 您说得没错 我骨子里就是个殊胜 虽然我不像你们一样 是浴血沙场的百战雄狮 但是 作为军人 我们同样也应该得到尊重 说得好 我没据理当如此 可是泽西啊 当今社会 并不是非此即彼欲那么简单啊 尤其是当下 是逢日下 冠上上勾心斗角 拉帮结派 要想做到 黑白分明 都善其身 可不得不太容易啊 你就拿你伯父来说吧 战功赫赫的名将 堂堂少奖师长 说好办事 不也得消洗衣服吗 我知道 你们年轻人心高气傲 可是 待低头的时候啊 一定要学会低头啊 安 好啊 我可以低头 为了我的音乐 为了我的军乐团 我可以低头 可是再这么下去 这支军乐团 一定会被毁掉的 泽西啊 你想得太严重了 你啊 你要学会变通啊 变通 你看 你们军乐队现在的经费 都是从军部直接调拨下来的 我有幸福祉你们 和我的能力有限啊 如果你们能交好那些个权贵士神 从他们身上能捐到一些资金 你们 司令 那我们军乐团 不就彻底成了戏班子了吗 话不能这么说了 这叫戒士 你们有了足够的资金 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扶持 你们的路不是就走得更远吗 现在咱们军队正是整编的时候 正是需要经费的时候 我本来还指望着你们能给我 也捐到一些资金了呢 司令 这个和您当初跟我们 泽西啊 是使物者为俊杰 既然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那就得想办法适应啊 这样吧 以后如果你们军业队募捐到了军费 你们自己可以留下三尘 对不起 我不要 好了好了 这个事啊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泽西啊 好想你们军业团要参加阅兵才 嗯 快了 训练也很重要啊 但是我觉得啊 你司马档要当爹的人呢 之后要多为老婆和瓦尔作相 大伯 你说的是什么阅兵式啊 是您正在练的新兵吗 要不你带我一块去看看热闹呗 你所啥子热闹吧 这个阅兵式不对外 不公开 不得急 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快砸了 你马上去 好 走到走到 好 二六 给我跑飞哈 泽西 你们哪天排练的时候 带我一块去呗 你怎么回事啊 干的吸的都堵不住你的嘴是吧 刚才不是说了吗 阅兵式不对外公开 你 你住嘴 我不吃了啊 一点胃口都没有 你看呀 算了算了 好 慢点儿 姐 来 周泽西 我告诉你啊 这次阅兵式 你必须带我一起去 不带 为什么啊 什么为什么呀 说不带就不带 泽西是这样的 现在国民党正在大肆整编 分明就是在积极备战 所以我们要提前搞清楚 部队的编制 以及武器装备的配置 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 之前我们试过了各种方法 可是他们对于这次整编的保密工作 做得非常严密 至今我和杏儿 也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 至此你带领军乐团 参加阅兵仪式 正好是一个好机会 所以我就想 好了 文婷 你什么也别说了 很抱歉 这忙我帮不上 什么叫不能帮我们呢 是 我之前是说过帮忙 可我只说过 帮你们掩护身份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 我要为你们工作 什么你们我们的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我们 你现在搞得清楚吗 我说过 我说过多少遍了 我不费任何政党服务 我也不管 我也不关心那些事情 我只是热爱我的音乐 我只是想做一个单纯的 热爱音乐的人 这难道有错吗 泽西 我知道让你做这些 是有点过分 可是我和杏儿 实在是没办法了 万婷姐 我看她就是晕了头了 周泽西我问你 你是不是穿了这身皮 就真把自个儿 当国民党的人了 汐儿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你也不了解 你也不明白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莽婷 你清楚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要做什么就行了 好吗 你别忘了啊 要不是我们救了你 你早就已经 汐儿 已经什么 你接着说啊 对 我的命是你们救的 行 你们要是想要我的命 你们随时拿走 但是有一点 你们不要逼我 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你 这样吧 泽西 这件事情 你就不要管了 我们自己想办法 万婷 真的不是我不想帮忙的 我只是不想牵扯进来 对不起 好了 我现在 要去整理我的乐谱 有什么事情 你们可以去找我 除了这件事情 你看看她那副德行 真想把她一脚踹到房梁上 挂起来 晒干她 有那么大仇吗 行儿 你 你穿成这样去干吗 跟你去排练 跟我去排练 我说你这个人可真够周的啊 我昨天我都 我昨天我都 可能会给你来 周泽西不肯配合 新病营的资料 恐怕是搞不到了 没关系 实在搞不到 也不能贸然行事 你现在最应该考虑的 是你肚子里孩子的安全 这个我知道 可如果这个资料搞不到 就太可惜了 我总感觉 国民党会有大的动作 大动作还在后面呢 冒烟压低一点 别说话 走 来 给我 走 走 周团长 这位是 他 咱们不是缺一个小号手吗 我找了一个新的 你在这儿好好熟悉一下环境 听见没有 大家都过来一下 来来来 这次阅兵室 这次阅兵室 我们一共要演奏两首曲目 第一首是国歌 第二首是配合阅兵方阵 演奏马赛曲 都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 好 五分钟以后 咱们在这儿集合 进行演练 解散 把这儿集合 马上集合 你怎么回事 小号为什么这么糟 我 你什么你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擦得又能照出人影来 不知道吗 来人 把他带到金秘室 所以我一再跟你们说 我们的乐器 一定要保养得非常好 听见没有 是 姑父 您过来了 来看一看 这次阅兵很重要 不能有任何差错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 发挥最好的水平 刚才出去的那个士兵 是怎么回事 pointless 我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